白色轿车准备停家门口被黑车狠狠追转 不是不小心他就是故意的 一路追撞无辜的机车及前方汽车 没多久有人拿球棒狂奔而来 操车窗狂砸连鞋子都掉了 前后车窗挡风玻璃都是下手目标 没多久一名粉色丧衣妇人冲出来 苦喊要求这群人停下 她就是白车驾驶的妈妈 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就来保护儿子 没有任何防身武器就来拉人 只是对方没打算停手 又从对街泼槟榔枝 还拉开车门想抓人 护子心切的妈妈也不怕这群凶狠人士 以下空手抓球棒 还企图肉身阻挡肇事黑车前进 甚至跑到驾驶座 要将开车的人拉下车 受害车主不止她 被撞的电动机车侧边刮霜 座椅被撵过 削发就在高雄且定区 原来白车驾驶疑似吸毒吸嗆了 让我听到喇叭欧明声的幻觉 是国外朋友远端操控 26日下午拿狼头到朋友家 不料汉过去有恩怨的一伙人狭路相逢 双方沿着港东街 习命公路到且定路一段 追逐约1.5公里 回到白车驾驶家门口还不放弃 摄案的6人迅速逮捕回案 依照刑法 据众多毁 毁损伤害等 移送 一检署争办 双方恩怨一一队伍 光天化日如此嚣张行径 警方也第一时间到场 将涉案人士总共6个人 依现刑犯逮捕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签行